蓝色天空 云彩呈现 两年前一则凤凰云朵新闻 后来也补上气象专家强调只是单纯卷云 但NCC盯上中天违反事实查证 才罚40万元 只是同样这类天空上云朵新闻 换一间电视台 龙头昂首 神龙白尾 天有异象出现在中原普渡当天 时间点碰巧正好是宣布 赖清德接任隔魁那天 从主播稿头到新闻内容 直接讲出天有异象 赖清德北上街行政院长这一天 从民事到三立不约而同 都出现这样的报道 但民事火龙云急躁没事 三立说巨龙鸿光也未遭罚 唯独中天新闻凤凰云 被NCC打得满头包40万直接开罚 执政党更要注意 以及NCC委员也应该要注意 所有权就罚你 但是人民的心中会觉得 你公平吗 你是不是符合了我们所谓的比例的原则 有学者点出其中问题 更有传播学者直言 选择性执法比不执法更伤 根据资料从2018年至今 中天新闻三年内就被裁罚17件 其中有12件违法事由被指违反事实查证 比例之高 但就以云朵新闻来说 中天违反的事实查证一样的标准 其他两台电视台又何来查证 你今天有权 可是不会永远有执政 这世界上没有永远的执政党 你哪天在野的时候 你喜不希望别人这样对你 推给外部咨询委员会 NCC仅表示尊重 但当标准不再一致 新闻不再自由 NCC的中立性早已备受质疑 记得陈江李一璇台北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